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花莲著名的泛州圣地秀顾丸西 多年来上游的畜牧业废水 没有经过处理就被排入西中 造成了下游居民生命和生计都受到了威胁 对此花莲县环保局表示 目前已经辅导上游的厂商 使用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的系统 同时也加强基查 最高可以罚2000万元 民众穿着救生意 橡皮挺上玩得好开心 这是花莲致名泛州圣地秀顾丸西 多年来上游的畜牧废水 没有处理就直接排入西中 不但污染水源更严重影响到下游居民的生计以及健康 秀顾丸西每年平均吸引20万游客前来泛州旅游 暑假因为疫情的缺缓 游客量比往年大幅增加 花莲有越民众因而联系资议员西流救生院工作 不但长时间泡在水里 伤岸也无法立刻清洗造成脚伤伤口发扬 民众道要插丢点 在地居民担心污染再不赶快处理 后果恐怕不肯设想 这个脚底为什么会这样子 泡水啊 泡水的关系哦 对 是因为水不干净还是说什么原因 为什么会 水应该不干净嘛 你有感觉水不干净吗 对 水不干净 因为我们收船的时候水是白色的 可是收船回来第二天要打船的时候水是变黄色的 所以是 黄色的哦 对 你是怀疑说上面有 有污染 有污染 会有水会臭臭还是说起来会痒痒的 有说会痒痒的 会痒痒的 然后会痒是怎么情况 是因为没有上来没有马上洗还是怎么样 还是水很脏这样 水很脏啊 水很脏啊 怎样脏 因为上游都在灌溉 灌溉 就是摆放农药啊 然后配件 还有说你说养猪场什么东西 很在乎的就是上游 如果西木养殖的状况会是否会直接污染到去污染溪 尤其上游如果说西木的污染没有处理好的话 将来只要这边有水灾或者怎么样的话 那所有的脏的东西一定会到下游 那直接会影响到我们下游的这个机民的生态 除了已经回收系统降低污染之外 污染县环境保护局也针对县内西木业者加强机查 并表示污染水源最高可开罚2000万元 针对违反那个水污染的一些罚款 最高可以发到2000万元 那会依照它污染的事实情形去做一个标准的计算 那我们也非常呼吁除了花林的西木业者 要遵守相关的法令以外 那我们也欢迎花林所有的乡亲朋友 当你发现有违反这个水污的事实的时候 欢迎你透过我们的检击专件 或者是花林县政府的1999专件来跟我们陈情 我们非常高兴大家一起来守护花林这个美丽的环境 只是民众在乎的是恐怕不是业者被罚多少钱 而是上云污染的问题何时能够解决 还给中校游家民以及游客一个安心捕鱼泛舟的生活空间 记得终于我们的节目到